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挣扎而已 一个郡主能翻起什么涟漪 王爷 今儿可是您大喜的日子 东霖的花轿已经进城了 父皇想靠联姻逼我登上太子了 我就偏要在大婚当时 在醉寸楼逍遥快乐 小姐 这个齐王也真是太过分了 一点都不把咱们东霖放到眼里 你怎么说也是东霖皇帝清风的萍霄郡主 今日大婚 她不来迎娶不说 听说她还跟一群女子 滥醉在那醉春楼里 简直是太过分了 你刚才说的醉春楼 那是什么地方 听说那是北渊城里最有名的青楼 停车 停 放 改到醉春楼 出发 王爷 不跑了 东霖的郡主 她这醉春楼来了 您快躲躲吧 她来了又如何 我还能怕她不成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自己进去就行 走 小姐 你可是有任务在身呢 可千万别胡来啊 王爷 您这面婚事可是陛下亲自订的 小的怕这万一闹大了 您没法跟陛下交代啊 是他执意要驾驭的 那就要遵守我齐王府的规矩 你就是父亲 你找来也没用 你休想让本王 像其他寻常男子一般 毕竟本王可是 我的天哪 这一个个生得果然都是 妇如宁之 富白貌美呀 我这一套呀 真是来直了 你别跟本王来这一套 起来 姑娘们 你们刚才玩什么呀 醒酒令 醒酒令呀 这个我熟呀 我来教你玩得更新鲜的 你这个女人本王跟你说话 你闭嘴吧你 不用管她 你弄着干吗呀 接着奏乐 接着舞 来来 这么开始 这么开始 这女的事有什么美名 秦王 你如今是越来越放肆 朕亲自的婚事 你也胆敢违逆 成婚当日 还跑到外面去逍遥快活 父皇 这门亲又不是儿臣想去的 要不是帮我爹报仇 我还不想嫁呢 是您为了巩固和东陵的盟约 让儿臣联姻成亲 儿臣全部按照您的意思照办了 我这聘力也下了 迎亲队伍也去了 至于其他的 父皇 您是了解儿臣的 这虚情假意 儿臣做不来啊 朕看你是无情无义 人家可是东陵皇帝 钦丰的郡主 嫁给你 你还委屈了 委屈你了吗 居然还跑到那个 最春楼 对 最 最春楼啊 那儿的女孩 能有她漂亮吗 能有 真的 你 你看看你 妻子人家都 开始 开始说胡话了 没有没有啊 我是说真的 那儿的姑娘啊 可是一个比一个好看 我觉得 要是王爷愿意 把她们全部 纳到咱们府里来 这样的话 人多才热闹嘛 再说了 俗话说得好 聚气生财 人失望 万失望 有病 你无非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啊 嘴上说没事 扭过头半个月不理人 女人哪 口是心非的 真是过来人 比你明白得多 顺父 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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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年事已高 太子还为力 齐王 你以后得多多努力 替朕分忧啊 加油 以后啊 你作为齐王妃 要多多地鞭策于她 她要胆敢欺负你 告诉朕 好 朕帮你收拾她 谢谢父皇 小姐 您还有闲心在这儿喝茶呢 我看齐王根本就不是个好相处的人 都是因为梁世雲这个老贼陷害我爹 要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嫁来这齐王府呀 可是梁世雲全清朝野 连陛下都不放在眼里呢 所以陛下才授意我嫁来北渊 就是希望我辅佐萧和当上太子 等我做上皇后 这样我就能掌握北渊的势力 就能和梁世雲做抗衡 只有这样的话 我的父亲和弟弟才能获得一线生气 可是 您也看见了 那个齐王 与传说中完全如出一辙 就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草包 扶他上位 这不是在为难您吗 越有难度的事情 才能越显出我的本事来呀 再说了 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还能在他这小水沟里翻了船 王爷 王爷 这是按照您的吩咐 全都是您要的东西 您看 我按照您的要求 调的是最鲜艳的滑色 不错不错 但是 小的不明白 您要这些东西干吗呀 这可大有用处 这可大有用处 王爷 昨日我在外面碰见端王殿下了 他现在的眼镜 那可是入目三分 我要是不知情 肯定被他给骗过去了 这个二弟 费尽心机想把太子这位丢给我 我可不能趁了他的心愿 来 王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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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谢谢 老爷 您明明是个血细方刚的铁汉 却总装作一副 要不糾于人事的样子 我都替您累得慌 你懂什么 要是不把戏做足一点 岂不是便宜了 笑河那个家伙 他可是一心想把太子之位 这个烫手山芋 甩到我的头上 我明白了 他有张良济 您有过墙踢呀 他在外面眼风流涕的 您就来个半死不活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谁让我和他 同时知道了 那个天大的秘密呢 本来我们一直都以为 北渊历任君王 不到年满四十 便会退位让先 其实从太太太上皇以来 他们全部都是政治壮年 却意外并失的 而之所以会如此 是因为北渊皇室 被下了一个可怕的阻咒 北渊子孙薄命 江山易改 总之 无论如何 被立为太子之人 都不能是我 王爷 再过几日 就是宫里举行秋操的日子了 我吩咐你找的药 搞到手了吗 已经到了 我这就去把一切都安排妥大 很好 今天我可要在父皇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 秋操 这可是个在父皇面前 展露头角的好机会呀 你怎么在这儿 王妃不在房中休息 怎么有空来蹲墙脚啊 什么叫蹲墙脚呀 你瞧瞧 你这个人长得挺好看的 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 你什么意思 就是罪面意思呗 来 你干什么啊 本王腿抽筋了 我也是 什么你也是 嗯 还不跪下给被王吹吹腿 给你吹腿 还跪下来 做你的晴天白日梦剧吧大哥 起来 你这个女人 这 你这个女人 这 你这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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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学庚 你这个女人 什么ima 忘记 si 你这个女人 然后对去 儿臣参见父皇 你这个女人 許 this 你个人 一言 来 你很难 咱们 呢 َ 你 你 为了我北园江山永固 能够长青 先祖定下了皇子秋操的规矩 为的就是我北原国子孙 强身健体 居安思危 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儿臣谨遵教会 加油 加油啊 加油 大哥 待会你我二人联手 将这一局攻手让给三弟 可千万要遂了他的愿 这一局我就先便宜 让你先出去 然后我就顺时摔倒 输给那个呆子 你怎么又在这儿啊 我是来帮你的呀 你帮我什么 看 加油 比赛 开始 你干嘛呀 你拉法了 要你管臭女人 漂亮 漂亮 耶 我们赢了 理论 厉害呀 三弟 还是三弟厉害 嘿 探 哟 恭 要 5 哈哈 耶 父皇 不是我吹 我现在投靶的技术 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怎么投 怎么中 哦 啊 你 你 哎 我这该死的无佑之神 我 罢了罢了 再来几个人 我这开不动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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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王 不错呀 颇有长见 啊 谢父皇 恭喜齐王获上 恭喜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大嫂 你这脸上 怎么沾了这么多泥土啊 齐王妃 啊 父皇 你这灰头土脸的 什么情况 啊 刚才 风太大了 给我吹的 风大 风大 是不是又是你搞得快 怎么样 走吧 我警告你 不要自作聪明跟我捣乱 否则我要你一看 你 啊 你们夫妻俩 说什么小小话呢 是我们不能听的那种吗 啊 没有 风太大了 我给他擦一擦 啊 啊 啊 对对对 我脸太脏了 给我擦擦脸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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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下一轮直线跑 你有把握吗 把握 这药就是我的吧 喝了它可以让人血脉喷张 好得比野马还快 啊 蹲了 前往 搞定 走 又搞下腰这种老桃的手段 还有 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们都掌握了 一点点 丰厚了 他把握了 也把握了 他把握了 你ostic的 什么叫做螳螂不蝉 黄雀在后 雕虫小气跟我斗 好啊好啊 这一个个胜负鱼都挺强的嘛 萧和呀萧和 要是没有我这个强主公 我看你怎么办 我让你跑得比马还快 萧和 你就等着这个太子之位吧 老君 请喝茶 三弟 喝茶 来 二弟 三弟 来 二弟 三弟 第三轮竞速赛 开始 不行 我笑成饭了 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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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啊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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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吗 超越了人体极限 难道齐王他 待会儿给王爷诊断一下 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两位太医 我看王爷跑得有点太惊心了 这样吧 我带他下去休息休息 松松筋骨 好好好 你这个女人 到底在我的茶水里放什么东西 你的药差一点就被对话给换走了 要不是因为我 就凭你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够一级绝成呀 我还得谢谢你 没事 现在不是道歉的时候 我得想想 我帮你把这个药咒给卸下去 不不不 Item 老公 沒想到 我的王妃身體 这么令人沉醉 你干什么呀 奇怪 西王到底去哪儿了 下一场比赛就要开始了 我去那边找找 你闭嘴 你干什么呀 你咬我 看来只能用那一招 虽然老涛 但应该不会用吧 我去哪儿了 每年秋骚结束啊 朕都会和三位皇子 共享家宴 齐王 你今日的表现 真的让朕刮目相看呢 也就侥幸赢我这么一回 往年他都是输给我的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 就跟变了个人是吧 三弟有所不知 大概如今是有了家事的人 如有神助啊 老二说得有几分道理 齐王妃 你进入祁府仅越狱 齐王就有如此大的进步 你功不可没呀 不错不错啊 哪里哪里 我只是稍微小小的 那么协助力想一下 还是得夸他自己 为了能在秋骚上 博得父皇您的欢心 他可是在后面 天天练功嘛 对吧 王妃所言夸大 儿臣天字愚笨 实在是惶恐 谦虚啥 多吃樱桃桑 你 我先说 哈哈 多亏了有我 才能让你今天出尽了风头 我好羡慕你有我这样的王妃 你一定很幸福吧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你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这么帮你 你连句谢谢都不说啊 你可真是我的好王妃 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下药了好吗 我不是为了帮你出人头地吗 帮我出人头地 你难道不是为了你的私心吗 王爷 到了 到 到 到了 你 王爷 我 要找我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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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想到 这 他想到 line 竟然轻过来呢 难道 对我垂涎依旧 竟然让她就这么轻易得手 恐怕今夜 要兴奋的彻底难免了吧 这个不要脸的臭女人 看不见看不见 只要我看不见我就不知道 看不见 来来来 过来过来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王爷 其实我昨天都看到了 你看到什么 王爷你和王妃在房间里 你看到了不来救我 还笑 我让你笑 乖乖乖 你坐 坐下 小姐 您这么着急 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 你不知道 昨天我们 我跟萧和 您说 您跟王爷在比武场后面 小姐 扶我 扶我扶我坐下 快 快点 小姐 小姐 您不要着急 正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杰 您要赶紧扶走她 当上太子才是啊 你说得有道理 可是 我都帮她在秋桥比赛上 得到冠军了呀 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王爷 按照日程 正是您去醉春楼的日子 昨儿体力消耗巨大 今儿还去吗 去啊 为什么不去 现在就去 走 摆驾醉春楼 这个混蛋 这么大仗起库地去醉春楼 你知道了吗 石妈妈 王爷 您好久没来了呢 光天化日 光青楼 你这 沐中无人得很啊 姑娘们 快来招呼王爷 我要是去父皇那儿 告上一桩 还好有我 公子 里边请 萧和呀 萧和 秋草你抢尽了我的风头 但是这一次 你就别怪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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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萧和 我看你往哪里躺 北明有余 齐明为昆 昆之大 啊 这什么情况 化儿为娘 三弟 你怎么来了 我 我大哥呢 我方才明明看到他走进来的 哦 萧和呀 他去后面 背后面学的课文去了 背习课文 哎 三弟 你有所不知 其实我与齐王来这最春楼 并非是为了寻酒作乐 而是为了 让这帮姑娘们走回正道 我们夫妻二人 叫她们读书识字 增长学识 是为了是为了让他们支离 动廉耻 早日走出这最春楼 哎 哎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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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哦 三弟 你是要同我一起交戏是吧 哦 不不不 不是不是 哎 没关系的 可以的 告辞 行 呃 三弟那你先去忙啊 我要去上课了啊 姑娘们 开课啦 嗯 危机解除 萧姐被我打饭走了 哎呀 今天多亏了有我 要不是有我 你就被抓现行了 多亏我刚才灵机一动 帮你遮盖了过去 你是在谢谢我吗 哎呀 没事 都是举手之狼 不过呢 你要是想意要感谢我 那我也可以接受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忘了忘了忘了 来来来 嘿嘿 好了 来来来 幸福吧 你三分两次怀我好事 你到底有何居心 你到底有何居心 从今日起 我正式跟你宣战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幸消的 我不尽险地帮你就算了 你竟然还要跟我宣战 你脑子不会有什么大病吧你 对 我就是有大病 我最大的病 就是娶了你 我以后我嫁给你 我以后我嫁给你 你这个女人 看我今来不杀了你 救命啊 救命啊 杀人了 你先破坊 看我今来不杀了你 救命啊 这不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啊 齐王一个大男人 家主 可随身带着这种 你 都说这齐王风流成性 哦 今日一见 果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救命啊 别动 我 先吓会 你这个毒妇 我今天吊你好看 小河 你到底还有完没完啦 这是什么 你们女人家用的东西 还用得着反过来问我吗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 我是说你怎么会带着 这种东西 怎么 你要是小 我明儿做个给你 只不过 按照你这个身心 有得想上那么几村才可 不过倒也还好 给我省下不少不良银子 小河 我 你 这儿太危险了 对对对对对 让开 别让一下 快快快快 你 你 让开 都让开 我 你 我 我受伤了 我受伤了 好疼呀 是我受伤了好吗 我 你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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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原来那日您让我准备的胭脂肚兜 就是能够在今日这种情形下派上用场 王爷您真是为一丑猫 有备方能无患 有备方能无患 我就让所有人都眼见为食 我萧和 就是一个放浪行孩的顽固子弟 那 明日朝中擦您的折子 我估计陛下的桌子上都放不下了 不过王爷 自打这王妃嫁过来之后 您这受伤的频率也大大提高了 我 这个女人就是来克我的 她跟我八字肯定不合 再这样下去 就算我没被继承皇位的诅咒害死 也迟早把她给折腾死 得赶紧把她弄走才行 王爷 马上到鬼夫节了 我倒是有个法子 最好 气候 今日 你 要倒是有 button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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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和医务 原来在这儿 我得赶紧给他偷偷扔出去 不然被人发现 他就更当不上太子了 老大 来 他为什么不愿意看 王爷 他不是不愿意看你 而是不敢看你 因为他在闪动 这是说明什么 这说明 如果一个女人与你目光交错 而又快速避开 他绝对是对你动情了 他有病啊 他笑了 他笑了 王妃处妮笑了 不知道王爷这个病会不会传染 我先走为上 这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又说明什么 如果一个女人 一直向你笑 而不说话 那就说明这个女人不仅心中有你 而且还动情颇深 已经深陷其中 你看 奇王 正天不务正业 若是生非啊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取了个干劲儿十足的贤内柱啊 这后边的戏啊 会越来越好看的 陛下您真是火眼金睛 几位皇子一定想不到 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啊 端王现在能举几块石头了 端王已经破了巨石阵了 他现在已经练单手托石 单手啊 陛下 陛下 还有秦王那边他在 好了好了 他就不用再说了 别的皇子啊 是老天爷赏饭吃 他是从老天爷嘴里讲饭吃 以后别叫他秦王了 以后叫他大卫王 陛下呀 您不必忧心 您一定会选出一位 称心如意的太子 朕吩咐你 安排他们游历一事 办得怎么样了 奴才按照陛下的指示 已经找好去处了 再过几日啊 三位殿下就可以出发了 朕的三个儿子 何时才能动事啊 本王对先前所为深感谢意 遂今夜邀请王妃前来小聚 略表歉意 不知王妃是否听闻过 我知道呀 我听说北园的百姓们 都会在今天 去祭祀已失的亲人 怎么了 不止如此 北园的鬼佛节 也是鬼门大开的日子 传说每每临近这个日子 很多人 都会看见那个东西 这什么呀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王妃怎么了 在你后面你没看见吗 王妃别说笑 哪有什么人 救命呀 有鬼呀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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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是不是 做得过分了些 快 退下 不许伤害我的王妃 这是什么鬼呀 好 好像我是来要给王爷助攻的 下来吧 挺真的 没想到 这齐王府居然闹鬼 我感觉此地不宜久留 要不然我们还是偷偷溜走吧 小姐 小 小姐 我们偷偷溜走吧 没事 做事怎么能半托而废呢 无妨 我睡一觉就好了 你先回去吧 看来这次是真吓到他了 你走路没事呢你 不是 是王爷你让我搬僵尸的 僵尸不能有事 要不今天算了吧 他在你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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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要不要怕 大把人跟他拼了 你别拼呀 你走 不是 你走 他又过来了 你走 是 哈哈 臭轿师 让你进我家小姐 达死你 是我 我 达死你 达达 达达 达 达 阿谭 是你 一眼砸了 所以上次也是你对吧 一会儿是落水鬼 一会儿是僵尸 你还真是百闭阿谭呢 王爷说 作为一名称职的随从 应该勇于挑战一切角色 挑战去吧 入戏了 入戏了 来 你给我说说 你作为堂堂齐王 你使这种下三难的手段 你到底是为何 还不是你咎由自取啊 谁让你费尽心机帮本王出风头的 这就是你贪慕虚弱 宫礼之心在作祟 我宫礼 我虚弱 你知道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能为了什么 我 你还要更合理的解释吗 不就是想当太子妃们 我都说了不是 那是什么你说呀 我 我喜欢你行了吧 我对你一见钟情 再点切心 三见至死不渝 所以我才四季八季地想要帮着你 行了吧 我这该死的魅力 你给我起来 出去 不是 我 不是 怎么回事 你这把你吓死我了你 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这把你吓死我了 王爷 没想到王妃居然直出胸义 如此生命 您方才是被强势表白了吗 是吗 您也是觉得 她在同我表白 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我二谈很难回答不是的 没想到 我已经在刻意隐藏我的锋芒了 我还是被她发现了 我这内脸的气质 和洋溢的才华 这该死的魅力 阿谭啊 这种苦恼 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这种苦恼 父皇 儿臣听闻 大哥做了好些善事 房间百姓 都对他赞誉有加呀 这是何人在谣言惑众啊 儿臣整日只知罪我温柔香 何时做个善事啊 其实呢 王爷的意思是 他呀 整日去醉醇楼 并不是为了饮酒作乐 而是为了 教那些女子 读书 识字 这是真的 三弟也曾见过 不曾有假 对吧 是吗 父皇 儿臣自敢取迹成家以来 如有神助 亦改往日颓匪 儿臣想 二弟年纪也不小了 我们是不是 也应该为他找一位贤哪种啊 父皇 儿臣这身子啊 若是争取了戒 怕是害了人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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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儿臣 截然一身吧 日后撒绕人寰 便也是无情无狂 诶 二弟 正因如此 才应该及时行乐 娶妻成家呀 儿臣听说 林将军之女林若言 之前与二弟有过情人 说来也是门当户对呢 朕 也正好有此意 七王和朕 想到一块儿去了 若是萧宇取了林将军家的前进 以将军在朝中的势力 岂不是威胁到了萧和的太子之位 这不太妙啊 以将军之后 那是 她想说 若言来迟 还望陛下恕罪 若言见过陛下 齐王 端王 秦王殿下 还有 齐王妃 完了 真是相亲举啊 林姑娘是我教来的 你们年轻人有空多拒绝 快坐吧 谢陛下 我怎么觉得 这个林姑娘看我的眼神 有点奇怪啊 不会你和她有一腿吧 女人去停止你的想象 不要谁的醋都吃 即使本王风流 也不是对人人都感冒 刚才朕正在说 把你许配给端王 你就来了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 小女没曾想 竟得到陛下亲口御赐 我与端王殿下的婚事 落眼 在此叩谢陛下圣恩 二弟 还不快一起叩谢圣恩 谢父皇 快快起来 罗座 刘王殿下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赎给齐王殿下的 陛下 请喝药吧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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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我远点 这林若言是个能干的女人 绝不能让她祸害本啊 王爷 王爷 那个林家小姐 她又又又来了 大嫂 你怎么与林家小姐 一同来了我这里啊 他说你 我去 我家一团 这对 我都是 我多挣 你 吃 吃 吃 餐 吃 吃 成为太子妃 成为皇后 谁都阻拦不了我 不如二位看看本王 有什么话同本王讲 你们这样不讲台词 会没人看的 是不是他们在讲话 只是咱们听不见 没说呀 小鱼的眼睛是越发精湛了 害得本王又在父皇面前露了把脸 多亏本王机智 看得出来 父皇想要撮合林将军之女 与老二的婚事 临门踹了一脚 促成了这件婚事 王爷 小的不懂了 您这样不就顺了陛下的心意吗 那陛下会更高看你呢 有舍才有得呀 本王早就听说林若妍 颇有林将军的风范 很势要强 他怎么能希望自己的夫君 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王爷呢 他肯定得把端王拱上去啊 王爷 还是您搞 既然这事已至此 那二弟 本王再给你来个锦上添花 看一看 看一看啊 好 来买一个吧 快去吧 一定要那种 最大最沉的巨石 明白 快去吧 一定要那种 最猫最烈的干柴烈火药 好的小姐 王爷 已经得手了 这回 萧鱼不娶林若妍都不行了 中的现实相伴观星辰 彼此手中握紧了余生 山河一世不如争辩人 炽热的心 深藏着永恒 年月 年月 谈着一生 相思一生留下 折折症痕 偷得虚异 一梦着木 晨昏 云的鸳鸯 阳阵 情愿 稍后 要想把一双一双手 何时 抛却昨日深圈的 幼丝 年月 年月 彈之一生 断断一生 只为爱一人 为首所爱之人 末月 清晨 任世间相逢 情愿上和无恙相 把一双一双手 何时 留下千古 沉颂的 诗诗 情愿上和无恙相 把一双一双手 何时 留下千古 传宗的 诗诗 他感冒医 是你 是你 你俩还认识 这不是 äter义将家小了吗 那就把他们 管在一起吧 别走啊 别走啊 刚刚咱俩没露馅吧 只能用四个字形容 真情识感 有了林将军的助理 这太子卫肯定就是老二的了 走 为本王瞧好戏剧 王爷 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缘分 躲都躲不掉了 我们认命吧 认命 这是要命 别别别 你要做什么 大嫂 快来救我 二弟莫怕 我来救你了 怎么哪都有你啊 真是多关心事 尊家何人 报个名号 你们这些绑匪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看本女侠 把你们一个个收拾了 这是谁啊 这齐王爷没数安排有别的戏码啊 这女人从哪儿跑出来的 来真的 给我上 来真的 给我上 你居然躲在我一个女人后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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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把她搭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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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的汪妃居然在这里当着我的面 救我的好二弟 真是不知恋恨 居然以别的男人这般亲切 毫不避险 王爷 您别毫了 这还不是您自己安排的吗 等我 殿下 大嫂 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怎么还躲开了呢 只有我救你 才会有这种画面 这几日 负齐三番五次插足萧羽与林若妍的事情 并且每次都能掐到好处搞破坏 今日还先行一步赶到肥沃救人 难不成这个女人对萧羽暗生情愫 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一帮绑匪 把他们绑走了呢 二弟走三步路吐一口血的本事 哪个山贼看了不动心啊 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 什么你觉得我觉得你觉得 我的王妃瞎操心的本事 真是令人挂我一下子看 先是来关心本王的事拉都拉不走 现在又只身冒险去救我二弟了 再过一段时日 不得照顾我三弟饮食起居啊 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呀 我就爱多怪小事怎么了 停车 老王下车 看你这回怎么走 走 你还真走啊你 再帮他 邦谦 叫我 王妃这事肯定是笑河干的 她就是想让我娶她林若严 好像是这个道理 但为什么齐王妃会来救您呢 难不成她是凑巧遇见呢 这只剩哪有那么多凑巧 你们发现 这一截 只要林若妍来找 傅琪就会出现 她一定是在跟踪我 难道她有什么阴我 这你还不明白 她一定是 被本王英俊的样貌给迷住 言之有理 那确实没人能逃过 我们王爷的美色 真烦 不过嘛 倒也是可以利用她 帮我挡住那套人 验得若严 今日 我相邀端王一同赏月 如此这般良辰美景 我就不信 还与她自身不出一些情意来 在家里 当王殿下 这里 你们也在这儿呀 你怎么来了呀 哎呀 这湖上月色朦胧 更深夜中了 我就怕忽然从这湖里 崩得了下 蹦出一个妖怪 吓得我们二弟怎么办呀 岂王怎么也来了呀 本王的王妃来的 本王来不得吗 有人叫你来吗 本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还用得着人叫吗 秦王殿下 来都来了 就不必多多藏藏了吧 看来还是本王的运气好啊 这明月清风 才子佳人 这般盛况 怎能少得了我 哦 丹王殿下 这亭内实在是拥挤不堪 不如我二人 上湖漫步 可好 这 这 我这 这 二弟 我见你呗 这几日你来府上送了不少礼物 来 喝一个 大嫂 昨日出手相救 这些薄礼不必挂坏 来 要谢也是本王妃的夫君来写 这萧河究竟是怎么呢 从那天开始就不对劲 病情又加重了 来二弟 喝呀 来 喝呀 来 哇 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喜欢的人 看这盛世夜景 万里烟花 他这是在向我道歉求和 他竟然对我有如此心意 那本王若再不留他 是不是就显得太不解风情了 你大半夜的不回去睡觉 还在敲我的门 你想干嘛 本王想了想 有些事情 还是得说清楚 哈 从今天开始 本王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留在本王身边 本王允许你走在本王后面 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走在本王旁边 本王的卧榻愿意分你一半 就连这王府 也有一半属于你 甚至连本王看到的日月星辰 蓝天白云 都将有一半属于你 姑娘 没有人见不过 没有人见不在乎 她两个人 把人见不见她 就没有人了 有 没人见不得 首先开始 只要你愿意把自己交给本王 本王会对你一切负责 不如 我们慢慢来 先从本王给你个怀抱 作为回应 真不识趣 朕决定让你们三人外出游历 你们要记住 一路上要体察民情 增长见论 许他破为不妙 许中必定有章 父皇放心 儿权一帝 第一个当 朕还没说去哪儿呢 你怎么就跑了呀 我 我 干什么 你 真难吃 我 我 我 阿谭 阿谭 段王跟王妃呢 去捉鱼了 说是要给大家加餐呢 好啊 你赶紧去给我离个牌子去 你赶紧去给我离个牌子去 再把他 快点 快点 去 去 朕的时间 恐怕不多了 可惜英国 对我忽视眈眈 北元有您坐镇 一定不会有事的 可这太子之位未定 朕 还是担忧啊 三位殿下 此次履仙一行结束后 想必 您心中的石头 就会尘埃落定了 凡 鱼鱼鱼鱼鱼鱼者 禁止捕鱼 这是在针对我 二 虽然很想说不是的 但是明明之中有股力量 在告诉我 他确实在针对你 二弟居然被一条河 给针对了 看来今天只能有本王 来陪王妃捉鱼了 放开 这天杀要人命的还 你不能吼死了狗怪 还让不着人活来啊 老人家 你们这是怎么了 这履仙的知父 就是个爱见到的 他仗着有钱有事 欺负我们老百姓啊 他抢了我们家的地 占了我们家的房子 我那 苦命的儿啊 老人家 我知道虽然你们现在有冤屈 但是还是趁早 把你们的儿子入土为安吧 对 是啊 你俩这身子骨 抱着这骨灰坛子赶路 多有不便 是什么事啊 王妃讲话用你来接 你们在胡来说些什么呀 谁说我儿子死了呀 你 那你这坛子 我儿子 这是今日没吃饭就是 这是给我儿子送的泡菜 泡菜 对不起 走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慢点 慢点 让你下去 烫嘴了吧 哪儿都有你 不过没想到 吕仙间有这种狗关欺压百姓 不行 得好好收拾他们一下 你又要干什么 为民除汉 你给我老实一点 险内柱又要上线了 这吕仙之府孙之力 摊赃枉法欺压百姓 若任由他这本 我北原法纪何在 但若是管了 这功劳就得落在你我二人头上 若是不管 总不能指望这老三吧 谁说不能指望老三啊 你的意思是 咱们暗中行事 最后把功劳推到老三头上 可是咱们还有一位险内柱啊 什么叫我们啊 我的那是 你的你的 这种行事主我可不想要 你不想要 你什么意思啊 他哪里不好啊 我没说他不好啊 正是因为他太好了 所以才麻烦嘛 你对他还是有完心思 我 我的 懒得跟你啰嗦 反正麻烦也是到你头上 我 这你就不懂了 他那是对我 用情太深 走了 你说你不在京城好好待着 你跑着穷香匹上的 你做什么 招待它 你不在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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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你备做事 你不在京城 你不在京城 是什么 你不在京城 张英雄 我 把 把 开 Voz 要 不在京城 要不在京城 们 哎呀 气死我了 这吕仙的狗屁之福 果然是坏事作劲 来 你说说吧 到底管不管 这种害情之马 自然要庆除感情 对 我当然不管 什么 你身为皇子 竟然不为自己的百姓着想 你竟然还说不管 管这种事多造型啊 岂不是饶了我 游山玩水的兴致 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自私 行 你不管 我管 以后 不许bold 你不要 要 你 就 你 那 你 我 我脸上有东西吗 有啊 啊 什么 我的目光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哎 我要干的事 已经干完了 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懒得理你 哎 哎 哎 呀 啊 啊 别挣扎了 啊 这可是我用了一百张猪皮熬制的熬熬椒 嗯 没有一百只猪的力气 也是挣扎不掉的 我不信 呀 好了 你就乖乖在这里等我回来 回来 回来 别再想我 回来 回来 喂 你还真走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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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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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关键是可只有我的好大嫂能救我了呀 大嫂 哎 大嫂 哎 我说柜子里能藏人吗 哎 关心泽乱 关心泽乱 大嫂快 过来喝杯茶 出大事了 我慢慢跟你讲 大嫂 你过来呀 我倒是想过去呢 你看我逗得了吗 啊 哎呀 阿弟 你也太聪明了吧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呢 你干嘛呢 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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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绝对不是你想象这样 绝对不是 不是很 你你你听我狡辩一下 狡辩 不是 你听我解释一下 你怎么又来了呀 我怎么不能来啊 你一个齐王妃能来 我堂堂端王妃不能来吗 我无语了 我一定要找到这狗官 贪赃王法的证据 对 就这样去苏府看看 你要去哪儿啊 哎 怎么又是你啊 会长在我身上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别想把功劳抢走 我一定会帮端王 通过陛下的考验的 啊 果然如此 好呀 那我们就勾平本事呗 走着瞧吧你 我也正有此意 干嘛 抓贼呀抓贼呀 他偷了我的鱼牌 抓贼呀 抓贼呀 抓贼 抓贼呀 不不不 画贼 你 好你个李若妍 你还给我使这种 下三滥的手段 这要不再多 这么漂亮的鱼牌 居然是个女贼 就是 不是我不是我 大家听我解释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们听我解 你们回来 别打了 其实你们都误会我了 其实这个女的是个人牙子 为了骗钱 她准备把我卖给别人做小妾 你们听我解释 我推 让你不想 你说说 断什么不 大家给我评评理呀 我不想回去当小妾呀 我不想 我不呀 我想回家 是我跟你拼了 我跟你拼了 我跟你拼了 跟你拼了 你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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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的战兆 远比男人精彩得多啊 敌军 来势凶凶 我得应尽快摒弃牵线 携手阻击才是 千万不能让这两个女人 如愿一场 你还给我 行 想能攻击 两位哥哥难堪众人 乡 关键时刻 还是只有人中ceğ的重逢的我 才能力挽狂澜 摘下 зад 大胆孙之力 你欺压百姓作恶多端 我今天要替天行道 收了你这狗官 那谁呀 跟这儿瞎咋活啥来 我要是把我三皇子的身份说出来 不得吓死你呀 三皇子 那这意思 你还是妄爷了 你要是妄爷 那我都是慌上了 来人呢 在 给我甩他 我看你们谁敢动 白鹤亮翅 黑虎掏心 龙飞在 划拳手推 还跟这儿瞎折腾杀了 走 董事不完啦 走 这狗官 居然敢打我 我一定要亲说 我一会儿 我来再说 感谢观看 放弃 防弃 哼哼 嗨 唱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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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唱 谁 这下整局缺早 看你狗管哪里逃 我说房秘去哪儿了 早知道是你 找账本也花了我不少时间 原来是被你偷了 什么叫偷啊 这不都是为了三弟吗 谁让我们有一个不争气的好弟弟呢 不是 这呆子磕头磕得也太实在了 毕竟咱这三弟太单纯了 你听说了吗 孙志力是口官 抓了 是啊 我还听说证据确凿 这回肯定能好好治他的罪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三弟动作还挺快 这种事他肯定一马当仙 大怪人心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今天要办一件大事 当然 吃饱喝足了 我再把它 谢谢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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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狗官 就这个狗官 杀了这个狗官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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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 狗官该杀了他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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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大家不必感谢我 大家应该谢的是齐王殿下 他最计划的就是百敬河苍生了 他以天下为己任 他到底在干嘛呀 我终于体会到 什么叫做制止死敌而后生 你这甜蜜的富贪 你再多说一句 就原地把你打死 大家一定要铭记 这是齐王殿下的恩情 好吗 吕献百姓一定将齐王 跟齐王妃的恩情铭记于心 永生永世不敢忘怀呀 对 对对对 来 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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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吕献那边传来消息了 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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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给我定制一口上等的 金丝楠木棺材 别忘了 在上面一定要给我刻着 最全的美女图 这样我在里面躺着的时候 心情也会稍微愉悦点吧 王爷 不对 现在应该是太子殿下了 阿谭 把那口棺材改成双人的 我怎么能让我的王妃 不 太子妃 一个人留在这世上 敢怀伤识孤独终老呢 她可是我最最重要的太子妃 这原来就是传说中的乐极生悲啊 阿谭 她是不是当上太子 高姐傻了 小姐 想想想是 来 大 大 有 是 这 我 我 我 你 也 我 我 你 我 我 给我上下兜欢喜 兜欢喜 兜欢喜 明儿哥 我要在府中大宴三天 太子殿下 定要前来市习 来市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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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现在 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欢喜之情了 干 走你 殿下 我也敬你 殿下你怎么不喝呢 来 喝 这才对嘛 殿下 你当了太子怎么不仅不开心 还如天塌地陷一般郁郁寡欢呀 开心起来呀 笑一笑 给你倒上 喝呀 王爷 东陵的丞相来了 说是来给太子道喜的 梁世云怎么突然来北渊了 东陵国丞相梁世云 见过端王 还有太子妃 梁丞相 快请坐 梁丞相来得真是不巧 太子偶感不适 却片方休息了 您这是刚从宫里见了我的父皇出来 本相此番 是特意代表我东陵国来向太子殿下贺喜的 所以先行到宫中拜见了陛下 大嫂 你与梁丞相同是东陵人 想必见了丞相 就像见了家人一般亲切吧 是 多亏了丞相 我的家人被照顾得很好 丞相你说是吧 的确如此 老夫与太子妃的家人颇为熟悉 可否让我与太子妃单独谈谈 叙叙旧情啊 那是自然 多谢端王 那就劳烦太子妃带路 别以为本相不知道 陛下让你驾到北渊的目的 想借助北渊的力量救你的父亲 本相告诉你 只心妄想 本相听说副国公 哦 不能再叫国公了 听说你的父亲 在流放的路上深染重疾 那你再想一想 你那年幼的弟弟 又当如何呢 你要是敢对他们一个手指头 我找不了你 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地 你这这这 本太子还以为是什么人 在这没大没小的和太子妃讲话 原来是东陵国的小小丞相 有我在 没有人敢欺负你 如果有 那我就让他在这个世上消失 你就是太子萧和 我就是太子萧和 丞相为何姓如此大理 是不是东陵国人节地灵 礼数周全 怪不得 生养出我这么优秀的太子妃 你 既然丞相愿意跪着跪着 我和太子妃先走一步 你 王爷 那个林若妍 又又又又又来了 这个女人真是 真是运魂不散 太子殿下 若妍来了 你来找二弟了对吧 他就在 太子殿下 其实 我一直仰慕的是您 端王殿下性格懦弱 若不经风 实非良配 住口 本太子已经有太子妃了 至于你 东陵世子陈文到 陈文 他怎么也来了 秦妹妹 我可想死你了 这刮的劲儿 有点大呀 我与梁丞相素未谋面 为何我要答应 为何我要答应与你合作 就算是合作 我又能得到什么呢 你之前一直缠着端王 而如今看着齐王做了太子之后 又调转船头 如此大非周章 无非就是想要 北渊皇后之位吧 虽然你我想要的东西不同 但是你我有一个共同的障碍 那就是富奇 那么喜欢野花还捡什么家伙啊 虚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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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一看你招来的就不是什么好鸟 我跟你拼了 没想到夫妻身上还有这么个太极 这可比利用其他身上的物件更伤吗 我还生气呢 我必须找他问问清楚 府中的丫头 在这里看什么呢 没法在叫什么 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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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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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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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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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看 感恩 感看 感看 感恩 Marin 你看 好 好像有动静 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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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在 静儿 我来完了 静儿 没事吧 没事了 静儿 静儿 传太医 快去 静儿 静儿 对不起 静儿 我来完了 静儿 小波 你出来 静儿 走 静儿 没事了 静儿 静儿 你怎么才来呀 静儿 静儿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离开我师前这么久了 阿檀说 你想要的一直是一个火火的 长长的 可以飞你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就是她了 你看 我 我 我 殿下 其实我暗示太子妃你想要的东西 是那道能废您的圣旨 你 你喜欢吗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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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上还有伤呢 今天晚上 我让你去找那个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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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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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要求者人 救护您 有人吗 我 我想上茅厕 殿下有命 让你在这个箱子里必须待满十二个时间才能出去 若你想如厕 就 就地解决吧 这怎么就地啊 怎么解决 你见过梁世云了 是 他说只要你与他目的一致 不中途下车 他愿意协助 协助 他这是怕自己当背锅侠吧 他既然想协助 就让他去坐吧 等老的驾鹤西去 北园又无可及卫的心地 那拿下北园 岂不是如探囊取物 是要放我出去吗 还有半个时辰呢 林小姐莫及 还是先把饭吃了吧 你拿开 我不吃 本来就像如厕 若再吃 怕是真的要究底解决了 萧和 等我做了你的皇后 你会会今天的行为后悔的 好 殿下 我已经找到了那日 偷你荷包的那个乞丐 此事果然没有那么简单 那让我来猜上一猜 那个乞丐 是不是去了梁世云的义馆 殿下 您真是料事如神 但是 是 您说 他会想做什么 别管他做什么 总之来者即是客 我们怎么能让贵客 败幸而归呢 继续暗中监视 我 不能让他来 他会想做什么 怎么办 人 都说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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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病 你弟弟也有人照料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我不希望你这样 你愿意为我吹一首雪子梦 感谢观看 谢谢你 遇见你真的很好 我也是 遇见你 遇见你 真的很开心 都说这太子服守卫森严 怎么连个鬼影都没有啊 就这么简单就搞定了 你一定会在这儿 你别说 你真是我 光红 你必须有含 favor 你必须有含有孙子 你是最可爱的 你不要跟您有含恨 你才能够从我的那儿 你才能够从什么 满席 你不想要 你只是一万元 龙湖玉树被盗 老奴奉旨特来搜查 你们这是何意 难道你们怀疑这是殿下做的 我今晚一整晚都与殿下 父皇心爱之五丢师 自然要大力搜查一番 宋总管 您千万要查仔细一点 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那是自然 宋总管 您交个底 你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宫中内侍 在库房 发现了太子殿下您的荷包 那父皇得知此事 会不会火猫三丈啊 陛下得知此事后 口中的水 扑的一下吐了出来 真是难以置信哪 陛下说 什么 这这龙湖玉树被盗啊 怎么会被盗了呢 怎么会 陛下好伤心哪 宋总管 找到了 好 太子殿下 请您随老奴 走一趟吧 我 小 фак 小翰 我 子丹 你 ека 你 庄 你 是 我 你 你 是 还好有你 要不然我估计 我得在这儿晾半宿了 不对呀 你怎么在这儿 还有你刚才 怎么修的一下 在上面的 这不是廷闻大哥出事了吗 赶紧过来查查 帮忙忙才是 嘴巴抢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放在胸中 突然涌起了一股力量 也许 这就是传说中的 浩然正气吧 小河之后为了太子之位被废 居然连这种损兆都想得出来 我可不能让他得逞 否则太子之位就落到我头上了 关键时刻 还是自家兄弟靠得住 去哪儿啊 我觉得这件事 八成跟连世云脱不了干系 走 痛快 如今萧何定是要吃不了兜着葱 总算是报了本相心中之仇 消了这口恶气 哎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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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你也是何人啊 要带我去何处啊 大人 我就是个车夫 有两个人付我些银子 让我把您送回东陵去 回东陵 谁让你这么干的 我 我也不知道啊 小人只是拿钱办事 哦 对了 其中那个女的 说是等您醒了以后 让我把这个 交给您 这 盒饭 我这就领盒饭了 太子殿下 陛下 陛下已经查明真相 此事与您无关 即日起 免去一切责罚 您哪 还是陛下最心爱的太子 父皇既然您铁了心的 想让儿臣死 儿臣不用你们亲自动手 儿臣自己来 好端端在这儿在干什么呀 你快给我下来呀 我摸你 啊 我得找二弟问问 这萧河怎么当让太子之后 整天郁郁寡欢 要死要活的呢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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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今日 我要突破自己 将他们一个个 单手举起来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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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王爷 您的力气 果然又增加了不少 只可惜啊 您空有这份力气 却不能让旁人知晓 只能自我欣赏 阿爹 我 你 阿爹 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呀 我 你都能单手托实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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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 我 我没有啊 啊 这只是个 仿制品 是吗 看起来沉 但其实 趋入红帽 不行 你看 啊 哎呀 啊 哎呀 这这这记得不得了 就跟道德玩似个 哎呀 哎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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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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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这到底 什么情况 哎嘿嘿 啊 哎喃 啊 如果我说 我是在编戏法大嫂你先吧 哈哈哈哈 你觉得呢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击是吧 真有意思呀 平时你一阵风就能吹倒的二弟 没想到背地里这么威猛呀 这是为何呀 不说是吧 好 我现在就去告诉父皇 让他给你治个欺君之罪 看你怎么办 阿姨你去吧去吧 反正被治罪了也不止我一个 最后装了明明是萧和 什么 我完了 得赶快告诉萧和 好你个萧和 原来一切都是假笑 看我怎么让你冤心毕露 你啊 我把你家里面的 好 我我给你带来 我去带来 你去带来 就带来 我带来 你去带来 啊 你去带来 只能不可以 怎么可能 我就能不能 人enang 就俩 你应该 走 到 他也不敢 啊 怎么 对 没有 没有 怎么 ãy 我 我的 我 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凡响 这春宵一刻值千金 不如 公子 这是另外的价钱 本太子最不差钱了 多少钱本太子都出得起 我 本太子一向对美女最大方 公子 我只卖衣服卖身啊 公子 参见座上 多安排妥当了吗 萧和今夜就在最春楼 属下已经安排好手下 埋伏在那里 上次我本想利用龙虎玉树一事 让萧和被废了太子之位 可是 无妨 只要今夜能够得手 萧和一死 北渊朝堂必将动荡 但我西夜就有了可乘之急 他北渊内忧外患之急 便是我西夜将他踏平之时 属下定当竭尽所能 为我吸引 鞠躬尽瘁 此而好矣 有刺客 还安排了刺客的戏吗 有人花钱买你的命 今日就是 我知道 今日就是我的死期 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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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敢刺杀本太子 他什么意思 我哪有碰到你 明明是你碰瓷 老子做了那么多丹 从来没有被这么侮辱过 给我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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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跟我玩的花样真多啊 先是美人计 然后又是行刺 现在还逼我来个英雄救命 肖河你这个蠢货 他们是真的刺客 他们是真的刺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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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保护太子殿下和太子妃 走 这次是真的受伤了 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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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小和 醒醒 属下办事不力 没能杀了小和 起来吧 是 此事过后 小和必定提高警惕 我们要另寻他法 莫非坐上有新的计划 我们吸引的铁骑 一径开拔不日 将会大举进攻北原的边境 此时是刻不容缓 既然没有引起北原朝堂的动荡 那我们就从边境下手 依您的意思是 北原的同盟国是东陵国 我们大局进攻北原之时 倘若东陵 若与北原结盟 那么届时 我们就会 遭到前后夹击之事 因此 你必须制造事端 破除他们的结盟 不得了 我们习 就无后顾之忧了 属下领命 有臣子 可否 不得了 习下领命 咱们 也不得了 我 而不得了 有秘密 走 你 不得了 是又怎么样 我就是趁机报复 那你跟我说说 你为何要假装顽固 而那端王又为何故作病弱 你们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你这 心里糊涂得要 你给我过来 太子妃谋杀亲夫了 等一下 您这是又同太子妃 玩什么游戏呢 少说废话 查得怎么样了 回禀殿下 咱们的人去晚了一步 那些刺客已经被灭口了 看来这幕后之人十分谨慎 这是一点线索 都不打算给我们留 殿下 小的想不明白了 究竟是谁想加害于殿下呢 在卫理清头绪之前 我们只能小心防备 静观其变 本王相信 是狐狸 早晚都会露出尾报来 哎 宋总管 太子妃 今日前来是有何事呀 陛下得知太子遇刺一事 特来让老奴探望 多谢父皇挂怀 有劳宋总管了 嗯 嗯 嗯 宋总管 这是还有别的事 嗯 老奴确实还有一事 嗯 你是说 北援国所有 皇帝早早退位 是因为心无事的诅咒 此奈皇室秘心 贤有人知 太子啊也是无意间 前几年得知此事的 原来萧河和萧羽 都是因为不想做皇帝 所以才费尽心思的演习 这样一来 一切都说得通了 嗯 那宋总管 为何要将此事告诉我呀 哎 实不相瞒 老奴多年前去过东陵国 途中偶遇一伙强盗 是险些丢了性命啊 幸好 父国公路过 救了老奴一命 老奴这么多年 是不敢放恩呢 所以 才将这事冒险告之于你 一旦 成了北援国的皇后 日后 可需要陪葬皇陵的呀 太子妃 如果不早日离开这是妃之地 恐怕 是要丢了性命的 萧河对皇位必知不及 而我自从来到北援以后 却千方百计地 想要送他上太子之位 如若有一日他登基继位之后 那诅咒真的应验 岂不是我亲手把他送上的绝路 而我也真的要离开这里 离开他吗 太子妃 太子妃 不好了 不好了 殿 殿下 殿下 殿下他不见了 不见了 殿下今日一早便被传召入宫 回来后便一直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就没出来 再等我去苏武善事 就发现 不见了 到底发生了何事 听说 吸引君蠢蠢欲动 欲侵犯我北援境内 而陛下龙体前家 力不从心 所以陛下希望殿下 能够早日继承大统 稳定军心敌于外敌 继承大统 太子妃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快去 派府里所有人寿 无论如何 要先把太子找到 快去 是 圣上有旨 传位于太子萧和 则即日举行登基大典 请此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陛下 我北援天下 我北援必国座永昌 我北援必国座永昌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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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节节败退 最终我军大获全胜 他已经走了两个月了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受伤 他现在怎么样了 娘娘 您别担心了 陛下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奇儿 你还好吗 我好想你啊 我也很想你 你有没有受伤啊 伤哪儿了 疼不疼啊 区区小伤早就好了 不疼 只是朕 心里想你想得紧 都快要伤出个洞了 非要你亲手补伤才行 怎么陛下这次回来 怎么陛下这次回来嘴甜了这么多 说 跟谁学的 可能是跟军营里的武将们学的吧 武将 人家武将整天只会耍刀弄剑 哪像你这么虚实 那么花头呀 那朕却无实际 那朕却无实际 宋总管 陛下和娘娘已经歇息了 您这是怎么了 我有要事要启奏陛下呀 我已经歇息了 我告诉你 太上皇他 他 他不行了呀 你说什么 太上皇 早已久病成疾 可却 一直不让我们外传 我 有事要启奏陛下 这下皇帝 是 我 你 是 你 我 顾心里有数 你们都退下吧 顾要和皇帝 单独说几句话 是 父皇您说 儿身都听着呢 顾知道 其实 你文武双全 心怀正义 先前 为了躲避太子之位 才一直在众人面前演戏 父皇 原来您都知道 儿臣不朽 儿臣该死 顾不怪你们 像当年 顾知道诅咒一事时 比你和老二 儿儿做得还要过分 父皇 你们 都是顾的骨肉 顾有 何尝舍得你们 但是 为了悲怨的江山和百姓 顾 只能牺牲你们 这就是 作为皇室的责任和使命 你们担负的 是天下与苍生 要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 为生命 地名 儿臣 谨遵父皇教诲 顾 还有最后一件事 顾走后 密不发丧 一切从前 尽管 父皇 儿臣 岂能如此不朽 为了避免江山的动荡 我卑怨 黎人皇帝 皆是如此 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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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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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